大家好,昨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我做的特大单差 0050每单股票特大单差的总和 然后在加权指数1分K里头它代表的一个意义 我们是认为说它可以提涨让我们知道大户的一个动向 这里就有衍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在攀整盘的时候怎么办 攀整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机制可以去判断说 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回事 像我在用的时候 如果说是特大单它的差 它其实是小小的 它那个柱状线不管是红棒或绿棒都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它不算是一个趋势 就是说它并没有很明显的大户在买进或买出的一个迹象 那另外一个是做法上我们可以辅助其他两个指标 就是这20分钟以来创新高的加速跟创新低的加速 用这两个指标来看 因为通常板整盘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容易说创新高或双新低 好那我今天就举这个例子 你若是0050我们去做一个创新高指数 这是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就是我以前比较旧的写法 所以我没有用正列写 那其实可以改成正列没有问题的 好那主要是说你 我去用这个方式去找出说的那个 这20分钟以来创新高的加速 OK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以同样的概念 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出这20分钟以来创新低的加速 好那你把它划成两个指标之后 它跟那个0050的特大单差 还有那个加圈指数1分k 它对应的那个图带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OK 好那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去看就是说 当这个趋势很明显的时候 就是说像下跌趋势很明显的时候 它特大单差越来越大 然后创新高的 创20分钟以来创新高点的加速越来越少 但是创20分钟以来创新低的加速越来越多 那这个就是感觉起来就会很明显 所以比方说我们在这一段的时候 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说它那个卖方它是占上风 OK 好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 就是当它那个特大单差越来越少 创新高的越多创新低的越少的时候 那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一个 就是至少它是比较偏多 那大家会说这个指数其实波动不大 那确实你去看那个特大单差 它其实那个差额不会很大 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我们当然就可以再往前看一下 就是说在盘整盘里头 你举个例子讲 当你在盘整盘里头 然后你看到那个特大单差在翻绿的时候 可是你回头对应的话 它的创新高加速还在成长 OK 那这个就表示说 那基本上这个讯号它不是很值得那个关注 不好意思 我在办公室直播 外面有救护车声音 我也没办法 好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 就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看 这里其实也是很像 就是可以看到说 创新高是在增加 创新低在减少 那然后呢 特大它在这买超 可是它其实进而就小小的 好 那这个确实是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能会误导 然后进去偏多 但是它很快的后面就跟你 就说它后面的特单差 它没有放上去 就表示说 它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盘整行情 好 那这个大概是我自己在看大盘的时候 我搭配的图大概就是这样子看 那它呢 因为它现在是用命贴 所以它最后一根 它其实是会随着 它的那个市场的变化 就是及时的波动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看看 那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盘整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些盲点 但是对照新高跟新低 这两个来看 基本上它心里有个 多少有个谱 或是至少不会被误导的很严重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转折点的时候 通常会比较慢一点发现 那举个例子想像在这边的时候 基本上你那个特单单差 它还是在高档 当然创新高的指数在往下跌 但是创新低的也 也其实也还没有开始往上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其实还不大知道说 不大判断说后面会不会往下走 那一直要到下面 那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我需要再去寻找其他的 更及时的indicator 来去判断说这转折点的时候 能不能更早一点的去判断出来 那但是整个旧波段上来讲 这样子的指标 它其实是至少 我自己在用里头 我心态上就会比较知道说 现在到底是偏向哪一变 好 那以上是今天再跟大家的补充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